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临时录了一个视频 但是我本周关注的焦点是在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在北方 就是美国要在韩国部署萨德 我感觉这个事可能要出点大事 将来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很大 所以说本周二的矩作视频 我就对萨德系统做了一个综合的分析 周四的矩作视频 我就说了一下俄罗斯 是怎么应对周边的包围 怎么样对付周边这些小国 以及对美国如何进行威慑的 那么今天这一期 我从萨德的技术装备这个角度 一般人呢都这个方面都一旦而过 因为很难讲清楚 牵涉到技术装备一些原理很复杂 你看也看不明白 这个所以大家都是什么东西呢 都是现在碎片化 西洋荒荒 就是什么东西都大而化之 我就喜欢搞点技术的东西 现在给大家说说 其实挺好玩的 你很少看到这些 我这个萨德系统来龙去脉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萨德系统呢刨根问底 其实能刨到里根时代 1982 1983年 里根当时搞了一个星球大战计划 里根当时呢 是这个拦截苏联发射的弹道导弹 要分层拦截 一个是大溪层内 大溪层内拦不掉以后呢 进入外大溪层以后 那么再在外大溪层给它拦截 当然是里根主要搞这么个思路 说投资一万亿美元 这个如何研制这个东西 结果最后呢 把苏联吓得根根 最后苏联解体了 也没弄成这个事 以后呢 海湾战争的时候呢 美国使用爱国家导弹 去拦截飞猫腿 积累了一些经验 那么有这样一个经验呢 美国就说 这个爱国家导弹都是低空啊 对不对 末端拦截呀 我们应该搞一个高空的 战区一级的区域导弹防御系统 这个时候萨德是第一次被提出来 那就是90年代就提出来 到现在才弄成 以后就是搞出来以后就试验吧 这个过程当中呢 克林顿当总统了 克林顿这个90年代初当总统以后呢 就是说 这个首先他停止了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 说别搞那玩了 没啥用 苏联都解体了 所以他就启动了一个这个玩意儿 叫AMD TMD 就把萨德放在AMD TMD里头 AMD是国家的导弹防御系统 TMD是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我们现在看到俄罗斯在欧洲 面对俄罗斯搞的那一堆都是TMD 我们在亚太地区看到美国在台湾 在日本 在韩国部署这些 这都是TMD 叫战区导弹防御 这一道 那么这一套呢 就是原来是 陆基的是爱国者 海基的是周斯顿 现在又多了一个家伙 叫萨德 就是末端高空防御的 这个事儿呢 就是在克林顿期间呢 试验了很多次 最后老是不成功 克林顿就下令 就别搞这玩意儿 搞不成就算了 以后呢 没想到有个偶然的机会 就是2004年 当时这个朝鲜 发导弹 又搞核试验 所以这个事儿呢 就是让这个小布什 说那朝鲜威胁 借这个事儿 咱们赶紧弄 弄出来以后将来 威慑中国 所以这个事儿2004年重启 重启以后 以后就搞成功了 2008年就开始搞成功 搞成功就开始部署 先是在美国本土部署 以后部署到夏威夷 关岛啊 韩国这次是第一次啊 这个第一次部署这个导弹 美国在日本部署的是雷达 这是关于它的发展的情况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脉络啊 这个里头呢 就是对中国构成威胁的啊 这个其实最大的 就是这个X波段雷达 这个X波段雷达 X波段雷达呢 就是它是这样的 就分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编到这个 萨德导弹营里边的 这个X波段雷达 这个雷达叫 ANTPY2啊 这么一个编号 还有一个雷达呢 是陆级的向空真雷达 或者是海级的X波段的 打印向空真雷达 我尽量的把它讲的简单一点啊 呃 那么 装到这个导弹营里边 这一个导弹营呢 首先有一个雷达连啊 这个雷达连 它装的这个雷达 这就是一个X波段雷达 这个X波段雷达 它的功率 它的探测范围 它所有的东西 比那个周四队 那个雷达都要大一倍 到两倍啊 就非常牛的 这个另外的话呢 这个有六个导弹发射件 每一个导弹发射装置呢 有八枚导弹 六八四十八 四十八枚拦截弹 啊 就这么一个情况 一个导弹营 美国是打算把这个导弹营 部署在韩国啊 就这么一回事 结果呢 这个X波段雷达呢 它的探测距离啊 就探测导弹整体的时候 你比方说 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十几米二十几米 这个带这个助推器的时候 这个导弹的探测 发现距离是一千二百公里 到两千七百公里 这么远啊 这个 还有一个雷达的话呢 就是比这个 雷达要大啊 比方说美国装的这个 海基X波段这个雷达啊 这个雷达呢 就是收发啊 这样的一个组件 一共三万多个 能探测四五千公里啊 四五千公里外 能看成一个小 小小小小 乒乓球这么大 小一个物体啊 所以这个对探测 隐身目标还是可以的 目前的话呢 美国部署在这个 呃 中国周边的呢 日本北部的青森线 这个主要是对日本 对俄罗斯的 日本南部的京都 这对中国的 还有关岛啊 呃 所以这些雷达呢 都是密切关注中国 呃 发射的弹道导弹 中国的潜射导弹啊 主要是呃 那么当然了 他说是说朝鲜了 其实是对中国的啊 所以说呢 这个你想想 这个几千公里 基本上中国的华北 中国的西北地区 都能够大幅度覆盖了 呃 这是 X波弹雷达 部署在韩国 能够对中国 华北和西北地区 进行覆盖 那么另外呢 我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动能杀伤弹头 这个是以前都没有啊 以前都没有 我们知道最早的这个 呃 这个防空导弹的话呢 它是直接打 你比方说拿炮弹 呃 这个十辆卡车 拉了十辆卡车的炮弹 拿高速炮 直接打飞机 啊这个以前抗日战 人呃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 到了1944年呢 美国发明了一个新的技术 啊 这个技术叫什么呢 叫进炸引信 就我这个炮弹 然后只要是距离 你那个飞机 还有这么远的距离 它那个引信感受到 你附近有目标 它就爆炸 我不一定是直接碰撞 不碰撞 感受到你在附近 它也爆炸 这叫进炸引信 哇塞 这个东西弄出来的高科技啊 就是马里亚那烈火机 1944年6月份 马里亚那海战里头 也击落了几百架 日本的飞机 啊 所以这个很厉害 所以这是一个进炸引信的阶段 那么现在呢 美国的舰艇上装了好多密集阵 六个管 二十毫米的炮 啊 一分钟能打出四千发炮弹 在你对方莱西特导弹面前 形成一个炮弹 几千发炮弹组成的一个弹幕 让你那个莱西特导弹 撞到我这个弹幕以后 然后最后毁掉啊 这是一个现在的这个技术 那么现在呢 这个萨德这个东西 它是什么拦截呢 就是它是借鉴了 过去星球大战当中 引用的一些方法 星球大战的时候干什么呢 在外层空间拦截的时候 激光啊 因为它不像大气层内这样 有很多的干扰 在外层空间没有干扰 激光可以很有效 粒子树武器啊 这个电磁炮啊 都是在外层空间用 最后发展一个散型的一个拦截器 我是一个拦截器 但是周围有很多触角 就像一把雨伞似的给你拦截掉 最后发展到智能卵石 一个石头本身在智能的把你砸掉 这些个技术呢 最后都没有成功 一直到现在都没成功 但是这个技术呢 传承传承 它也有点就聚焦在萨德上了 最后搞出一个动能杀杀弹来 这个动能杀杀弹呢 这个挺有意思啊 你比方说这个拦截弹 举个例子吧 一共十米长 十米长前面是助推器 我们这些个技术大家都懂了 到了最后一个阶段 还剩这么大小一块 这么大小一块呢 就是这个导弹拦截弹的这个弹头 我们都知道传统的弹头 都有一个宝型的啊 传统的弹头都有一个宝型的东西 有一个整流罩 整流罩里头有这个火控雷达 制造雷达 后边有战斗部有炸药 一般的装几十公斤啊 或者一百多公斤的炸药 那么引线碰上目标 这个后边的这个炸药才能引爆 引爆以后拿火药炸药 高能高爆炸药 然后把目标摧毁 这个萨德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就到了最后之后呢 距离目标还有这么很近的距离的时候 突然雷达开机 就生了一些组件了 没有那个整流罩 他为什么不要整流罩呢 因为他减少重量 也没有火炸药 没有火炸药 没有火炸药 他就通过高速 他能打八倍因素以上的导弹 能够通过直接撞击 就能把你这个导弹给你 给你撞毁了 因为他的速度高 质量虽然小呢 但是速度高 再一个就是准确 直接撞 直接撞 那直接撞你怎么知道 对方的这个导弹从哪来呢 有预警系统 然后你突然打开你弹头上的火控雷达 你找到目标 找到目标以后呢 通过适量 适量推的发动机 然后调整适量 喷 然后这样的话呢 然后调整他的弹道 最后 空中 等于这个针剑对面王 然后直接把这个雷希的导弹给他摧毁 就这样的 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 这个家伙很厉害呀 所以是有没有什么短板呀 美国折腾什么事呢 他有时候他就是王婆卖卦 自卖自夸 我们都说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 这个打蛇要打七寸 你这个武器装备呢 我们现在有个毛病 有些就是老说他好 那美国他是为了卖东西 他当然跟韩国说 这东西好了 等你买了就后悔了 你为什么让人买 你得有一堆骗人的把戏 美国这老一套了 原来爱国者的时候 在海湾家跟他吹去说 命中盖利98% 结束之后 美国国会议员说 我就不信你98% 一调查连30%都不到 因为萨达姆搞的好多的 飞猫腿导弹 他加长了 加长了以后 载入大气层之后 因为摩擦系数增大 增大了 他自己就毁了 把这个都算成爱国战的 爱国战导弹的功劳了 所以说美国他好多都骗人 萨德呢 他不是雄凤塞 对不对 不是一个高加镜 就能把导弹发射的 他一大套指挥链 前面是雷达 等在发泄目标 发泄目标以后 把目标设计助员 传到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准备 导弹发射连的导弹 这个发射 做个导弹发射的准备 然后导弹才能发射出去 才能这样 你这样的话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我们知道这一套完整的系统 就知道 从发泄目标 到指挥控制 到导弹发出 所有的东西通知 都是通过数据链 数据链都是WiFi 一系列WiFi 那你把它干扰了就行了吗 对不对 那什么干扰呢 一般的干扰机可以 但是最牛的不用干扰机 拿一个导弹 放一个弹头过去 这个导弹就是核电子脉冲 这个导弹装的不是火炸药 不是100公斤 200公斤火炸药 装的是一个电磁脉冲 电磁脉冲爆炸之后 正在工作的 所有的电子东西 全部瘫痪 计算机烧坏 所有指挥控制烧烂 雷达给你烧烂了 就没了 那就瞎了 两个眼睛给你挖上来了 你还能看上来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美国出去 这个导弹一旦发射出去 又是适量发动机 又是这个自导雷达 又是这个子弹打腿子弹 对那是末端 我不打你末端 对不对 老母鸡下弹 我不打你那个弹 在你那个老母鸡 还没下弹的时候 那个弹都在你 肚子里头的时候 还在鸡窝的时候 连鸡窝给你炸了 这可以吧 那个导弹营还没发射的时候 把你导弹营都给你摧毁了 所以我说过 老百姓 现在韩国老百姓 都上街游行 那就是这个问题吗 一个导弹营 住在你那个老百姓旁边 我打那个导弹营 别见身上血 你们当心点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是怎么能打那个导弹营呢 两个 一个是目标确定 提前确定 再一个反辅射导弹 那个雷达车 所有的复射员 直接反辅射导弹过去 所以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这个饱和攻击 美国要想把雷达放在韩国 主要是弥补它的这个盲区 因为美国放在青森县 这个导弹的话呢 那么它不能够探测到 中国从西北发射的弹道导弹 那么它探测到的时候 都到了中段了 它想探测你初始段 所以说必须把雷达钳制 钳制到韩国 那等于韩国就给美国 充当了一个什么呢 充当了一个利用的一个工具 帮着美国把雷达放在这 监测中国 对不对 就是这样 那你真是这样的话呢 你放到韩国 韩国离中国多远呀 我们好多火箭炮都能打到 你这个萨德系统你很牛 能打那个十几米二十几米的大的弹道导弹 那火箭炮的炮弹你打不着吧 整个全给你灭了 对不对 饱和攻击这叫 几十枚几百枚的炮弹给你弄过去 你有什么招啊 短程的导弹可以吧 饱和攻击一来就几百枚 你能扛得了吗 还有呢 美国现在准备的这些个 所谓萨德进行了13次实验 有11次这个命中 那都是说好了 这边准备好一个目标 这边是导弹 准备好了吗 哥们啊 123开始了 你准备好拦截啊 我发射到达 来双方碰 这叫什么本事啊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那个导弹不从你背后来呢 不从你左边来 不在你右边来呢 不在你脑袋顶上来呢 这个不要听这些个东西啊 你把技术研究透了 把他的原理 把他的机理 杀伤机理搞透了 你就知道有什么本事给他治他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平时实验是一种 战时是另外一种啊 这个美国这个萨德呢 说是很厉害 其实也是绣花枕头烂草包 好吧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